嗨大家好 我是珍妮 欢迎回到金钥匙房产税务频道 之前我们讲过在加拿大如何注册公司 今天我想来说说如何关公司 以李先生经营的安省公司为例 来告诉你关闭一家省级公司 怎么操作才合乎规矩 李先生和好友 2013年在多伦多注册了一家安省公司 主要经营餐厅 当初创业 因为大家只凭一腔热血 没有做太多的嫌弃调研 导致餐厅自开业以后 经营一直不太好 两三年时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于是2016年初 股东会决定撤资 并由李先生注销公司 注销公司是一个比较side的事情 再加上本身也没赚钱 所以也没有请任何专业人士 李先生自己动手操作了起来 本以为餐厅关了 和合伙人该分的利润也都分完了 事情也就结束了 三年期间 他也没有在想这件事 可就在几个月前 李先生却收到了税局的几封信 每一封信都要求他要报税 看上去171819年都没有报税 每一年税务局都要罚他2万块 再加上利息 差不多也是六七万块了 李先生觉得很惊讶 我的公司2016年4月份就关闭了 而且2015年之前的税已经都报完了 为什么税务局还要再让我交171819年 三年公司税呢 百思不得洗姐的李先生决定打电话 给税局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税务局的答复却是 你的税号一直处于未关闭状态 如果你的公司已经关闭了 请将你公司注销证件 原件邮寄给我们 无奈之下 李先生又跑了service 想太热肉去查 然而得到的结果同样是 你的公司正在运营 没有关闭 这是怎么回事呢 餐厅2016年就已经关掉 并且转让了 公司早已没有了任何经营 可现在却无端端的要交税 于是李先生跟税务局 做了好一番解释之后 税务局终于同意 将李先生的公司税号 关到了2019年12月31号 可是不是关了税号 公司就算关了呢 有了前车之鉴的李先生决定 找专业人士仔仔细细的 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不要再留任何隐患了 实际上正常关闭一个省级公司 第一步骤 应该先确定好 公司停止运营活动的最终日期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把你的账up to date 确保之前收的款应付的账 包括一些退税 都在这天之前处理完 就可以关闭银行账户 以及各种税号了 其中税号包括销售税 HST税号配肉账号 公司所得税账号 进出口税号 以及其他常规税号 关闭所有税号 这一天就可以作为公司 up to date了 之后就是交税了 包括从公司成立之日起 到关闭公司这一天 期间所有的税 都需要全部结清 当所有的账目 税务都处理干净后 接下来你就可以 向省政府递交申请 告诉政府部门 我要关公司了 我该交的税也都交完了 在他们跟税务局沟通完 确认你的税都交完了之后 政府就会给你公司发一个 关公司的同意书 我们叫做Consent Form 这里您需要注意的是 收到Consent Form 并不意味着你公司已经关了 有不少的朋友会在这里在跟头 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了 其实并没有 在你收到Consent Form之后的60天之内 你需要将关公司的25块费用 连同相关文件 一并寄回给政府 当他们收到以后 才会发出一份正式的 带大红车的关公司的证书 在这里 当你拿到关公司证书之后 是不是意味着 你所有的步骤都结束了呢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小步骤 你需要申报最后一年的企业所得税 最后一个年度 通常不是一个整年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short year 在税务上关闭企业所得税的税号 而当初因为李先生 没有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些步骤去做 而是一开始就要求关公司 税号却没关 结果搞了个乱七八糟 导致税局认为李先生公司 错报漏报税 最后给他发出一个警告信 并估了一个最大值的欠缴税费 外加罚金和利息 一年2万多 三年就变成六七万了 令李先生心灵上受到很大惊吓 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资金损失 所以开公司要谨慎 关公司也需要小心 另外完全关闭一家省级公司 在所有税务账目都清理干净 正常情况下 一般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如果中途有其他意外发生 比如说有欠税的情况 那么时间会更久 这就是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有关关闭 一家省级公司应该怎么做才对的内容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有兴趣自己来操作 且千万注意这些累去 要不然还是请专业人士比较放心 你有任何疑问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内容 一定要关注点赞 转发投币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